历史上能成为太子或者储君 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皇帝 比如唐朝太子李建成当太子多年 最后在玄武门之变被杀 而李世民的长子兼太子李成干 同样没成皇帝 因此 太子之位并不是进入皇位的保险箱 变数很大 虽然意味 秦修战国时期诸侯王中 秦国的崛起充满住神奇 并不是每位君主都厉害 有的君主阴差阳错继位 有的则寿命较短 但最终成就了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 可以说在成就秦始皇路上 有许多人也阴差阳错 成为秦始皇的铺路人 不小心成接班人 秦国没统一之前三十一位君主中 并没有荒庸无道之人 一任接住一任干 因此 秦国才逐渐崛起于战国 到秦昭襄王时代位时间 最长达到了五十六年 这个时间可以称得上第一了 而秦昭襄王选的太子是赢道 这位太子作为之子在卫国生活 他是秦昭襄王的长子 但赢道却不知何故在卫国死亡 于是秦昭襄王就立次子迎住继位 本来与王位无缘的他 因哥哥突然死亡而成太子 但给秦昭襄王当太子并不那样好当 因为秦昭襄王性格变化不断 而且经常怀疑人 就连太子也被怀疑 秦昭襄王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性格 也与他长期受老妈米月压制而形成的 面对老爹的多变性格 迎住也只能忍受 本来太子位就是捡来的 必须适应老爹的性格 不给老爹留一点怀疑之处 秦昭襄王在位时间太长了 迎住在这处位 干了十四年 终于把老子秦昭襄王熬死 成为新一代秦王 也就是秦孝文王 只不过他在位只有三天就驾崩了 宠爱女人吴子四 迎住当太子时 他不能锋芒毕露 因此他在处位十四年里 目睹了老爹的统治 除了默默无闻就是在家造孩子 迎住当十四年太子 他居然生育了二十个儿子 但迎住驾崩后 却是他中间的儿子子处继位 儿子处以前教义人 是秦国送入赵国至子 为什么迎住不选长子 却偏偏选了中间一个孩子继位呢 要说其子处继位 不得不说一下迎住当太子时宠爱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华阳夫人 史书并没有记载华阳夫有多美 但能被迎住宠爱 这说明这个女人美貌非凡 华阳夫人与芈月都是楚国一个大家族 华阳夫人嫁到秦国 也与芈月有一定渊源 虽然华阳夫人受宠 但很可惜却没有子嗣 以迎住的生育能力 那必定是华阳夫人的毛病了 华阳夫人也住急 如果没有子嗣 即使再受宠 将来继位的也不是自己儿子 自己终归被淘汰 正巧往来秦赵的大商人吕不韦求见 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后 送上黄金大礼 并告诉华阳夫人身在赵国之子一人很优秀 才华出众 而且始终奉华阳夫人为母 吕不韦点拨华阳夫人 何不认义人为儿子 将来让义人继位 华阳夫人地位会更高 华阳夫人认为 吕不韦说得有理 然后就在迎住面前不断说义人的好话 迎住没想到 自己在照顾儿子这么优秀 于是就答应华阳夫人立义人为储君 义人的生母下鸡 本来就不受迎住喜欢 现在通过吕不韦的关系 义人甘愿成为华阳夫人继子 本来义人与储位无缘 但因为任华阳夫人为母 因此成为秦国的储君 吕不韦是一个能人 他偷偷带义人回到秦国面见华阳夫人 义人穿的是储国衣服 华阳夫看到更感动了 连忙改义人为子储 从子储当储君来看 如果华阳夫人不爱财 或者有子嗣 恐怕子储当了不秦国储君 同样 没有吕不韦这样一个投机商人 子储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心愿 那么吕不韦与子储是什么关系呢 眼光独到的商人 吕不韦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商人 他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早完赚政杀关系的人物 子储作为质子在赵国过得并不如意 不仅受歧视 而且随时面临被杀的境地 子储有国不能回 他只能在赵国小心应对 此时吕不韦相中了他 并与子储定立了 将来成为君主合约 在吕不韦的运作下就成功了 因此 吕不韦也是子储成为国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而子储的儿子就是赢政 后来成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很多史料认为赢政来路不明 可能是吕不韦儿子 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因为没有吕不韦 也就没有子储和秦始皇 秦国在统一六国年 这一幕幕内平之事 并不完全是巧合 或许有人为操作的痕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